美国前脚是退出了中导条约 后脚就宣布研发陆基常规中程导弹 并且美国空军已经在推进下一代陆基核战略威慑导弹的研发 对于美方的这一系列举动 我们想请教您您用怎样的观察 从美国现在全球战略的心态来说 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以后 那么决心要不受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束缚 要把美国优先的这种治国理念贯彻到底 所以对所有的约束美国权利的这种国际协定 它本质上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那么这种反感在相当程度上 成为了美国近两年来不断退群的一个心理因素 而另一个则是更现实的地缘军事和地缘安全方面的考量 在印太地区出现了有强大的中导力量的国家 而印太地区从地形的角度来说 那么从包括这种地理分布的角度来说 如果美国仅仅装备了远程导弹 那么是不足以使得它的前沿地带得到有效的保护的 美国需要在前沿地带进行这种现地的部署 特别是导弹力量的部署 那么在日本 在韩国 包括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导链上 其他的盟友 美国都需要保持对潜在对手的战略威慑能力 所以美国需要这些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的 就是在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威射武器 那么主要进行前沿部署 而这些武器装备以美国原有的远程导弹来说 那么应该说是性能超过了需求 而美国又没有合适的中近程导弹 这是美国要迅速的开发 它的中岛的一个实际上的军事考量 那么针对俄罗斯 确实这个因素也有 那么主要是在欧洲 而现在显然美国在欧洲并没有急于部署 中岛的计划 它的中岛的优先开发对象 还是在印太地区的 可以说无论是从全球的这种战略心态 还是从具体的军事需求来说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恢复中岛的研发和部署 都是因为现在美国对自身的全球军事优势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